平生留恋 獨不言諒 心有天留一點 溫情可想 才能臉下 黃沙千丈 有我心還不可諒 世經哀愁 無知無休 離散卻別我來意從頭 我願傷藏 在我之后 讓天下孤柔相守 我心強溫 雨芬芳 愛還如途風的寒霞 我心前往 燭火之光 滿月 格外荒涼 拜見大王 美月 你這是往哪裡去 王后允許臣妾住在慧院 臣妾這是回房去 住得那麼遠 方便嗎 臣妾自小喜歡清靜 若離永相太近 會覺得不自在 這次寡人見你 似乎拘束了很多 第一次見面時的那個小野丫頭 上哪裡去了 臣妾長大了 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樣 年幼無知了 這與寡人上次見你 似乎沒隔多久啊 有時候人長大 只是一瞬間的事情 你既然是王后的陪嫁 並已入秦宮 衣著何苦這樣簡卜 那日憲武少自命 你的穿著可謂光彩照人 大王該知 是為知己者死 女為悅己者容 黃公子雖不幸故去 但秦國還有許多好男兒 世上悅己容易 可知己難 說得也會短你 大王請 大王對芈月有興趣 不是你想的那種興趣 老同情 別再往正殿裡搬了 殿裡都已經放不下了 那放哪裡啊 這些都是什麼東西 拿去當匹柴燒都沒人要 大王的旨意 凡是先王後遺留下來的物品 都要由魏夫人和魏少使小心保管 你 不必跟她說了 她也是聽差辦事 去吧 放到編店的庫房裡 是 都搬到庫房裡去 姐姐 我那兒也一樣 送了一大堆沒用的廢物 都堵在門口 連人都快進不去了 姐姐 他們真是欺身太甚了 是我們自己小覷了對手 作茧自負 姐姐 那眼下咱們該怎麼辦呀 我讓你叫的各公嫔妃呢 我都叫了 她們一會兒就過來 這都什麼呀 你們看 你們看看 那幾個處女真是太無禮了 姐妹們 我們可不能就這麼人氣吞聲地過去了 真是的 我倒也罷了 誰叫我過去主持後宮呢 新王后不拿我立威 拿誰立威呀 倒是各位姐妹們 好心與王后親近 卻平白叫人羞辱了一場 可不是嗎 還不僅僅是王后 就連一個沒名沒分的應女 竟然都騎在我們頭上 簡直是無法無天 別的不說 我對各位姐妹可從來都是一視同仁的 這兩日大家都看到了 往後這後宮之中 只怕處女當道 我們姐妹連站的地方都沒有了 夫人說得有理 怎麼能讓她們這樣欺辱我們 要讓她知道 誰才是後宮之主 就是 唐姐姐 魏妹妹 凡少使 你們怎麼不說話呀 我能說什麼 她是王后 後宮只能她說了算 咱們認命吧 憑什麼認命 不認命又怎麼樣 凡少使 你說該如何 夫人說了這麼久 我還是沒有明白夫人為何生氣 近日也不知是怎麼了 身子乏得很 叫好像總有睡不夠似的 各位姐姐笑話了 此刻我只想順順當當的 把這孩子給生下來 以後也好有個依靠 至於這件事怎麼辦呢 夫人說如何 那就如何吧 樊少使真是敲貴的出奇呀 肚子裡有喜 這是好事 人怎麼卻因此變得糊塗了呢 魏夫人不怪罪就好了 其實 方才各位姐妹言重了 王后出來宮中 就算有什麼不到的地方 我們也應當多提點著 才不負大王對我等姐妹的期望 提點 明明是我們吃了虧 難道還要幫她 幫她也是幫自己 至於幫不幫 如何幫 還要看姐妹們各自的心思 哼 那照魏良人你的意思 是要我們忍了 日後在這宮中 那我們豈不是要任人宰割了嗎 剛才 國美人和唐夫人也提到 後宮誰做主 依我看 後宮是大王的後宮 自然只有大王做主 魏妹妹的意思是 姐姐想想我說的話到底對還是不對 魏妹妹的話言之有理 來給各位姐妹上茶 是 是 大監 這是我的一點心意 老奴無功守陸實在是不敢當 大監客氣了 您是大王身邊的老人 照應大王多年當然有功 那老奴就不客氣了 我請您來 一是因為我從楚國帶來了上好的茶葉 請您品一品 哎 二是 二是心中有些疑問 還望大監指點迷津 王后但說無妨 宮中都說 唐夫人是服侍大王醉酒的 先王后在世也就罷了 先王后不在了 她既有兒子 位分又高 為何這后宮當中 全都由著魏夫人一人說了算 其實這並不奇怪 唐夫人當日就不曾受寵過 大王做太子時 後宮素來只已重一人 是誰啊 是大王長姐 盈夫人 大婚那日王后理應見 因大王母后過世很早 張姐待她如母 戒弟情深 後來盈夫人出嫁到了魏國 為魏太子妃 那年馬陵之戰 魏國被齐國重創 我大親趁時出擊 奪得了魏國和西的大片土地 那時戰事的主要消息 都是由盈夫人傳遞回母國的 後來事情洩漏 魏太子也就是當今的魏王大怒 將盈夫人休婚 並將她驅逐回了秦國 那再後來呢 盈夫人就再也回家 她自己雖然未曾生允 卻為大王抚养了大公主 並替大王掌管了後宮的一些事物 大王極其敬重她 就連先王后在世時都讓她三分 先王后過世前 盈夫人的身子就不似過去了 先王后過世後 因為夫人是先王后的親妹子 又有些長勢之才 於是就名正言順地掌管其後宮的事物 盈夫人為此就搬到了大王賜給她的 北郊行宮去住了 依大監看 我是否該抽時間去探望她 盈夫人喜清靜 不去也罷 不去也罷 夫人 雍大人來了 讓她進來吧 是 你下去吧 是 雍睿拜見夫人 雍睿 你來得正好 快 過來吧 雍睿 今年呀 我這梨子接得特別地好 一咬一口甜水就是不耐放 我這正想著挑點大的給你送過去呢 你就來了 夫人 前一陣子大王大婚 宮裡的事情實在是太多 我惦記著你卻又抽不出身來 你若是再不來呀 我真的要惱你了 所以夫人才要送禮給我 即便送禮 那也禮不了 喜喜在吃啊 雍睿有傅夫人 有你一日我便高興 你何苦要說這些呀 那新王后 仿佛很得大王的歡心 新王后端庄溫婉 不過 我倒更看好她那個妹妹芈月 芈月 想起來了 大王大婚我見過她 那是個口齒伶俐的丫頭 確實 魏夫人特地把我叫回來 定是有話要說 魏妹妹向來都是最聰明的 今後何去何從 還請妹妹 幫姐姐拿個主意 姐姐這是做什麼 你明明已處於不敗之地 何須我來拿主意 妹妹 妹妹不必多理 妹妹 你此話怎講 我說姐姐舍本竹墨 跟那些黃毛丫頭 致什麼嫌棄 她能蓋過您的 無非就是名分 您若是能在名分上爭回來 這后宮您說一句 強過她說百句 你這是什麼意思 姐姐若能儘早 將公子華立為太子 這后宮 您還用爭神嗎 不錯 大王一向寵愛華兒 我若是姐姐 這時候就多聽 多看 靜觀其變 才是最好的選擇 可是 大王明察秋毫 姐姐九掌公務 平平安安從無差錯 而新王后出入宮中 若有什麼插持 大王以後 會更看重誰 可是我就是咽不下這口氣 大王要的是後宮風平浪靜 誰擾了大王清靜 大王就會嫌棄誰 姐姐真要對付他們 但倒不如 讓他們以為姐姐 甘心服輸 老虎 也有打瞌睡的時候 我 為良人不愧是出身為我 當真是有鬼谷子之才 得縱橫心術啊 我這也是班門弄府 大主意還要姐姐自己拿 夫人 采律 有話直說 夫人從來都對後宮的糾紛 躲避三社 今日為何 要給魏夫人出主意 我們的母國在諸國當中最弱小 不僅要依附魏國 還要看其他強國的臉色行事 我在宮中同出异者 既不能得罪魏夫人 還要看其他嫔妃的臉色 母國國君 盼我能在大王面前說上話 父親母親 盼我能在後宮左右封怨 真是難啊 可給魏夫人出主意 就會得罪了新王后啊 魏夫人向我討主意 我怎能不敷衍她 新王后是不是得罪得起 還要看 再說 我給魏夫人出的主意 也算不上任何主意 不是嗎 是 是 老婆子 公子今日如何呀 好多了 喝了碗粥 也能起來走動了 多給咱弄點蜂蜜水 那東西養人 是 好多了 公子 你身體還未痊癒 應當躺著 喝碗粥沒水吧 好 老婆 我在你這裡已經住了多日了 請你告知我的傷到底怎麼樣 公子命大 雖然受了傷 但不致命 那我是如何傷的 在秦國的時候 我在河邊遇到了你 你一身是血 身上有傷 後來啊 我把你背回了家 替你療傷 我們養蜂人居無定所 我就帶你到了這兒 那這是哪兒 這是魏國呀 魏國 這兵荒馬亂的 幸虧那日啊 你遇上了我 不然你早被野狼四伯著吃了 老婆說在秦國救了我 那我應該是秦人 那我是誰呢 我姓誰名誰 夫人 這是夫人的父母親 讓小人轉嫁給夫人的信和禮物 小人送信一回 成交通關福建 父親母親的身體可好 母國國君有何吩咐 兩位貴人一切都好 只是念著夫人 如今列國多事 國君王夫人 能夠為母國多多周旋出力 我知道了 夫人 芈月來了 你們先下去吧 是 小人告退 魏良人 芈月這是 王后精心挑選了一些 楚國上等的仇段 給姐姐送來做衣裳 也是想讓姐妹們 給宮中貼些顏色 王后真是有心了 芈月快坐 好 方才離去的 可是魏良人的家鄉人 母國來了信使 帶來了父母親的信 芈月 芈月你怎麼了 魏良人 這是什麼 不認得這個 秦國城池關愛把守幾言 如果有車船經過關愛 沒有這種同福節都需要經過檢驗 若是有貨物攜帶還要納征 后宮嫔妃來自各國 自然與母國有禮物往來 所以大王特赐我們美人一枚同福節 以便出入關卡 這麼說 后宮嫔妃手中 每個人都有這同福節了 低階的嫔妃和應切是沒有的 原來只有魏夫人 唐夫人 國美人 還有我的手中有 去年大王分別給了魏少使和樊少使各一枚 如今王后手中應該也有一枚 有什麼區別嗎 芈月為何對此如此關心 我曾在義渠見過這福節 魏良人可願教我 如何才能分辨出每個人手中同福節之區別 把福節給我 你不給我我如何教你啊 芈月看清楚了嗎 這個位置是一個位字 是國名 芈月可記得你當初看到的同福節 這個位置上是一個什麼字 我記不清了 芈月啊 這種事情你還是不要糾纏進去的好 為什麼 這宮裡是是非非 稍有不慎 就會給自己和身邊的人招來禍喚 所以在這宮裡久了 有許多事不能說也不能做 裝聾作啞才能明哲保身 我明白魏良人的意思 我一向做事恩怨分明 絕不會牵連他人 看來你還是不明白我的意思 姐姐 大王有沒有給過你一枚同福節 是 大王曾告訴我說 宮中位分較高的嫔妃們 都有這樣一個通關的同福節 拿來給我看看 姑姑去拿來 是 妹妹怎麼想起這福節了 因為這福節就是宮裡人 和義渠人勾結的證據 有了這枚福節 追查那義渠人背後的主使就有眉目了 真的 妹妹快看看 是不是這個 沒錯 就是它 當日我被義渠人 劫到義渠草原 在義渠人手裡 我見過這東西 一模一樣 有了證據就好了 你我可以直接去找大王陳情了 是 既然你看到了那枚福節 老爺 你可又看清楚了福節上的字跡嗎 我當時沒留意 若是知道這東西這麼要緊 我一定想法子幾個真切 大王 您要替臣妾做主啊 好了 寡人知道了 你們下去吧 是 義渠人手裡 竟然會有我大秦通關的福節 倒真讓寡人心情 大秦的福節絕不會在普通人手裡 要麼是眾臣 要麼是後宮嫔妃 王后他們懷疑有人勾結義渠人 伏擊車隊是有道理的 但是這種事情 鋌而走險 是要冒極大風險的 除非那人歷令治婚了 新王后若出事 對誰最有好處 你們都下去吧 是 是 說 魏夫人 若是沒有新王后 她是有可能被覆政的 魏夫人就算有此心思 也沒著手段 那會不會是大量造 當初她就竭力反對與楚國聯姻 這些年 她又與魏夫人走得很近 魏夫人和大量造 都是魏國人 他們兩人在魏國就相識 平日來往密切 也有道理 大王 公孫衍身為大量造 全清朝野 手中的權力幾乎與商君無異 當日先公封商君為大量造 將國政禁負商君 為的是支持商君變法 而公孫衍對國家的作用 卻遠不及商君 雖然她也戰功赫赫 但臣以為她身居大量造高位 倘若不能警惕自首 卻勾連母國 甚至將手插進後宮之中 那這件事情就不得不防啊 樗里子 寡人明白你的心思 但公孫衍才華蓋世 功勳累累 朝中軍國大勢 均離不開公孫衍 寡人相信她對大秦的忠心 那這個案子 大王打算如何處置 先不要聲張 等等再說吧 是 你們都找仔細了 打開箱子 仔細找找 是 夫人 放到哪兒了 到底放到哪兒了 這如何是好 這到底放在哪兒了 你到底放在哪兒了 在哪兒呢 夫人 找到了 找到了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這個可千萬放好了 切不可丟了 什麼東西不可丟了 姐姐 是你啊 嚇我一跳 妹妹 你聽沒聽說過 有關福節的事情 怕什麼 你的福節不在這兒嗎 虧得找著了 你說我到底帶哪隻啊 姐姐來得正好 快 快請坐 你快幫我看看 哪隻拆更配我的新衣裳啊 妹妹生得果色天香 配什麼都好看 總是這麼說 聽得我耳朵都起剪子了 誒 這是上次你母國送來的禮物吧 是啊 還是上次重陽 我給父母親送禮 母親專門派人從母國送來的 妹妹真是孝順 定是常送節禮回去吧 你不說我差點忘了 父親的五十歲寿辰快要到了 我得準備禮物讓他們送過去 妹妹的同福節還在嗎 自然還在 我用作單門派人 來 亡于兴师 虚我割毛 与子同仇 好玩 回去背书去 我不 我和姐姐一起玩玩 我不是在玩泥巴 我是在做重要的事情 你做的是什么 那么重要 我做的是符节 做符节有什么用啊 做符节是为了找人 找我们的敌人 我们的敌人在哪 在这宫里 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小展帮姐姐照 好不好 好啊 不过姐姐 想要考考你的功课 首先你要明白 你刚刚背过的 无一篇的指趣 这首诗讲的是什么 说的是情人征战 新王师 修哥毛 在战场上与战友们 分享同一件衣裳 他们同心协力 一致对敌 请问奎姑在吗 你找他何事 我来找他借个绣样 他在屋里呢 我也来弄一个 什么 符节 是啊 姐姐 妹妹刚才听下面人说 芈月正在会院里做符节 她还没完没了了 姐姐 她拿泥巴做符节 什么意思 估计 她是想用这种方法 回忆起符节上写的什么字 姐姐 那可怎么办呢 帅帅 补宽 奴婢这就去办 速去速回 是 姐姐 你 你笑什么呀 你刚才跟我说 芈月 她偷做符节 是啊 偷做符节这事 说大可大 说小可小 这可是个机会 姐姐的意思是 我美人 不是让你去她那儿 看她新做的衣裳吗 是啊 你何不即刻就去 妹妹明白 卫良人 大监 卫良人近日很忙啊 大监也没闲着 年纪大了 赶不上年轻的时候 耳目那么灵光了 大监说笑了 这宫里的哪件事 能瞒过大监的眼睛 那卫良人 倒要跟老奴 说说一两件了 大监定是知道 宫里这些日 不少人为那同符节 睡不着觉呢 嗯 嗯 咯 风 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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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乖的怎么解呀 打给他们看 王后 你都秀了一上午了 还是喝点热汤 吃点点心 歇歇吧 这件玄端 是大王在上元节祭祀时要穿的 我得赶着做出来 这些事情 交给冯仁绣娘来做就行了 王后何必把自己弄得如此辛苦 这是我给她做的第一件衣裳 从头到尾我都要亲手做 你说 她穿上这件衣裳 会不会记得我的心意 那是当然 王后 什么事啊 国美人来了 请她进来吧 是 拜见王后 不必多礼 珍珠 赐座 是 不必了 王后 臣妾来这儿不是为了闲座 而是为了帮助王后追查要案 整顿后宫刚记的 哦 国美人请说 王后虽然刚刚开始主持后宫事务 但是宫中的规矩 大约也是知晓 王后请看 这是何物 这是出入秦国城池和关爱的福节 进宫后 大王也给了我一枚 那王后一定明白 朝廷福节在秦国宫中是顶要紧的东西 私自授授他人 便是砍头之罪 当然 若有人私自制造福节呢 那是大逆不道 行通谋反 要受车裂之行 但臣妾听说 竟然有人在宫中偷偷制造福节 王后难道不该秉公查处 查获此人 并告知大王 言诚不待 私作福节 此事重大 你可有证据 臣妾若没有证据 怎敢轻易登王后的门槛呢 那你拿证据来给我看一看 若要看证据 只好委屈王后跟臣妾走一趟了 果然是他 大监 能否告诉我这是何物 这是 福节 福节 福节是干什么用的 福节 是君王所助 赐予进尘 过关爱 可免夜免争 依老奴看 您有这些泥巴捏的东西 非诸非养 十分丑陋 怎么能说它是福节呢 当真是福节 只不过朝廷的福节 是金桶所助 我这是您捏的 是用来找人的 王后 王后就到了 王后就到了 国美人 你说带我去找私自制造福节的人 怎么把我领到这么偏的地方来了 王后不要着急 四座福节之人是跑不掉的 做得一点都不行 怎么拿它去找人呢 我也是无计可施 想试试的 还真有用 什么用都没有 此法子 不易想 更不易试 怎么还没到啊 到了 就在前面 大街 我 我的 芈月 老奴这眼神也不好 你捏的这只东西你看都掉到水里去了 你 姑娘就应该绣绣花绣绣草了 这些捏捏巴都是男孩干的事 王后 王后 国美人 国美人 免礼 怎么大监也在 正巧路过 进来看看 没想到王后也来了 姐姐 你有何事叫我一声就是了 何必要跑这么远到我这来 王后 有了 人赃既在 这是我画的小鸭子 你别把那捏坏了 这 这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臣妾的确听说 芈月违反秦法 私作福节 这可是杀头之罪 把你手上的东西给我看 这就是你说的证据 这个 就是芈月私自制造的福节 臣妾确实得到消息 说这小院里 藏有芈月谋反的证据 如果宫里真有这种事 那还真得好好查查了 王后 请国美人将这会员里里外外 仔细搜上一搜 不然芈月就此 丹下喜不清的恶名 国美人也就白来了一趟 显不出她的一片忠心了 国美人 你是搜 还是不搜 王后恕罪 此事臣妾大约 大约是听走耳了 哼 几个孩童玩的这些黄泥坯子 竟被你说成是杀头之罪 国美人 你是当我愚钝吗 臣妾道听徒说 实在是错了 王后 息怒 捕风捉影 无事生非 若任你这样肆意诬陷好人 这后宫岂不大乱 我罚你 禁足一个月面壁思过 并将此事禀报大王 好 凡行如许 明月如初 前尘往事 前尘往事 从何其数 心有情思 万切延续 却深得一缕孤独 春花开谢 秋草草有苦 深衰荣辱 如何稀疏 你水暖 为水寒 还不回忆然如故 尝尽悲欢离合人间无苦 却怎么迟迟天涯陌路 去心俗 去意读 去情再相浮 愿回你 平情柔情敖舞 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 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 爱如心 恨如骨 生死再相浮 愿回你 永生永世守护 愿回你 永生永世守护 永世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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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世守护